精神病院的女孩向病友们道别 说自己马上就要出院了 但没想到她被医生催眠后被送进了手术室 虽然她不断的哀求惨叫 但并没有人同情她 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拿起了工具 并狠狠的刺向了女孩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监禁病房 这家精神病院不仅残忍冷酷 而且还有一个女鬼整天在四处游荡 深夜里经常会听到女病人的惨叫 令人毛骨悚然 在1966年的俄勒冈州的北本德 警察正在追捕一名18岁的女精神病人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在丛林里狂奔 很快来到了一座农庄 她把房子点着之后 露出了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 并且强行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克里斯汀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病人 随时都可能向别人发起攻击 很多医生护士都认为 应该将她关在监狱而不是这里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克里斯汀被带到了楼上的住院部 每个病房的门口都写着患者的名字 名字被擦掉就意味着 这个病人不是出院了就是挂掉 克里斯汀正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毯子被人给拽掉 他下床查看 捡到了一串已经断掉的手链 主治医生过来查房的时候 看到克里斯汀正躺在地上 克里斯汀声称 头天晚上有人进来拽掉了他的毯子 主治医生和护士听了之后都觉得很诧异 新来的病人一般都不怎么听话 克里斯汀也一样 他认为自己根本就没病 也拒绝吃药 这个楼层住的全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患者 虽然不知道这些姑娘们曾遭遇过什么 但能够想象肯定是很强烈的刺激 主治医生把克里斯汀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 克里斯汀只记得自己烧了房子 但为什么烧他完全不记得 趁着主治医生分神的时候 克里斯汀趁急拿走了桌上的拆心刀 打算找机会逃离这个地方 到了晚上 克里斯汀打开房门开始了他的逃跑计划 但他的行为很快就被男护工给发现了 这个楼层除了克里斯汀 还住着神经兮兮的金发剑 胆小怕事的小天前 眼镜妹是个文艺女青年 喜欢画画 这时候克里斯汀无意容易抬头 看到一对中年夫妇正和主治医生站在窗口 金发姐说这对夫妻以前就来过 估计是有家属在这里治疗 晚上姐妹们开始在活动大厅跳舞 完全看不出有病的样子 就在他们跳在杏头上的时候 医院里的那个女鬼突然出现了 女鬼虽然没干什么 但也把这帮人吓得不清 转过天 女主正在洗白白的时候 女鬼一把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给这位新来的女病人来了个下马威 不管克里斯汀怎么解释 护士还是给他来了一阵 鉴于克里斯汀的病情 主治医生第一次给他使用了电剂疗法 这招还真管用 过完店之后 克里斯汀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转过天 眼镜妹兴奋的告诉大家 他马上就要出院了 不过其他人根本就不信 眼镜妹来到办公室 主治医生很快就把他给催眠了 然后女鬼把眼镜妹推进手术室 七里咔嚓就给杀 克里斯汀来到眼镜妹的房间 看到眼镜妹的那本画册还在 因此他认为眼镜妹根本就没有出院 他向护士提出质疑 但护士根本就不搭理他 克里斯汀打开眼镜妹的画册 看到了他们几个女孩的画像 但其中还有个叫爱丽丝的女孩 他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而且从名字上来看 这个爱丽丝和那个女鬼是同一个人 克里斯汀向主治医生打听爱丽丝的情况 但主治医生的意思是 让克里斯汀自己去寻找答案 克里斯汀无奈 只好去向其他的女孩打听 但所有人都惠目如身 不愿意说出真相 克里斯汀认为此地不可久留 于是决定晚上找机会逃出去 晚上等医护人员都放松了警惕之后 克里斯汀和金发姐开始行动了 他俩顺着卫生间的通风管道 爬到另一个房间 不过他们俩的行踪 很快就被护士给发现了 由于搞不清医院里的地形 两人误打误撞来到停尸房 这时候门外传来动静 两人急忙分别藏了起来 当克里斯汀出来的时候 发现金发姐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他看到停尸柜的柜门 正在剧烈的晃动 他打开门一看 里面空空如影 这时候女鬼的一只手 突然伸了出来 克里斯汀吓得木头就跑 他来到大厅 那个女鬼再次出现了 直接就把他给吓晕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 看到金发姐走进了他的房间 克里斯汀决定再尝试一次 但金发姐认为 没有人能从这个医院里逃出去 大漂亮来到卫生间 试图勾引正在干活的男护工 但被男护工义正词严的给拒练了 大漂亮走进过道 突然从镜子里看到了女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就被女鬼给活捉了 女鬼把大漂亮推进治疗室 把电流开到最大 直接就把大漂亮给送走了 这时候小甜甜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之前那个叫爱丽丝的女病人 整天欺负其他的病友 于是大家联合起来 把爱丽丝给干掉了 但没想到爱丽丝死了之后 居然阴魂不散回来报复了 可让克里斯汀不理解的是 她是新来的 跟爱丽丝无怨无仇 为什么也会被女鬼给盯上 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克里斯汀决定再次逃亡 但金发姐似乎已经绝望了 当拿出在停车房 偷出来的手术刀 就打断割腕自杀 彻底结束这痛苦的日子 爱丽丝的鬼魂一看金发姐 迟迟不肯动手 于是就上去搭了把手 金发姐就这么惨死 在了克里斯汀和小甜甜的面前 由于精神病院戒备森严 于是克里斯汀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假装挟持小甜甜 逼着护工打开大门 然后来到了电梯的门口 可没想到一名男护工 刚好在电梯里 电梯门一打开 男护工一个突然袭击 就把克里斯汀给控制住 护士上去就是一针 直接就把克里斯汀给搞晕了 回到病房之后 克里斯汀仍不肯认命 他抠出刚刚吃下去的药 等到天黑之后 把护士给砸晕了 然后又来到值班室 趁着男护工不备 上去就是一个大电炮 直接就把男护工送入了梦乡 克里斯汀拽着小甜甜 再次尝试了逃跑 看情形这次似乎有成功的希望 在医护人员和爱丽丝 鬼魂的围追堵截之下 两人跑到了地下室的仓库 克里斯汀首先把小甜甜 塞进了传菜的电梯里 让其先到一楼等自己 可没想到爱丽丝的鬼魂 紧随而止 等克里斯汀从电梯里出来 看到了地上滴滴答答的一串血迹 这时候爱丽丝的鬼魂再次出现 克里斯汀一看大吃不好 撒子就跑 爱丽丝的鬼魂如影虽形 把克里斯汀好一顿胖揍 情急之下克里斯汀取出消防府 一斧子就把爱丽丝的鬼魂给砍死了 杀死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这可是一个技术活 随后克里斯汀来到了 主治医生的办公室 看到了爱丽丝的档案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爱丽丝治疗的情况 把克里斯汀看得是一头雾水 这时候主治医生走了进来 向克里斯汀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名叫爱丽丝的女病人 正是克里斯汀的主人格 爱丽丝于1958年9月3号 被人给绑架了 她被关在了一个废弃房子的 地下室整整两个月 期间遭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和灵魂 当时的爱丽丝只有11岁 这也是她为什么要 烧掉那幅房子的原因 这件事直接导致爱丽丝 患上了多重人格分裂症 换句话来说 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女病人 全都是爱丽丝分裂出来的人格 后来这些人格 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联合起来干掉了爱丽丝的主人格 主治医生经过多年的观察 发现了爱丽丝的这些人格 并利用新的治疗手段 一个一个将他们全都消除了 克里斯丁是爱丽丝 最后分裂出来的人格 目的就是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 我们也能够看出 克里斯丁这个人格 的确非常的强势 经过主治医生的一解释 爱丽丝是毛色敦开 病情顿时大有好转 而之前克里斯丁看到的 那对中年夫妇 正是爱丽丝的父母 影片的最后把人吓了一跳 这似乎预示着 爱丽丝的病 还有复发的可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现在社会太复杂 人渣坏蛋板地盘 年轻女孩多警惕 以防被人带个啥